U.P.柬埔大师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很多同学还不知道如何操作 于是主编 于是主编又赤巨资制作了本期的U.P.大讲堂 主编咱们换句台词不 行 于是主编响应大家的号召 制作了本期的U.P.大讲堂 U.P.柬埔大师操作详解 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呀 嗯 好没心意的台词 U.P.柬埔大师可以说是U.P.团队到目前为止 开发的最为强大的作谱软件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所有人都适用 不管你是想看谱学琴 还是要欣赏钢琴曲 或者是想跟弹学习钢琴弹奏 或者是想将五线谱转换成简谱 更或者是想要自己作曲 都可以通过简谱大师实现 不需要任何基础 所有人都可以轻松学会 U.P.N.格式的文件 每一个都是小编们人工制作的 成本很高 哎 为了能保证小编们的温饱 U.P.N.文件只有VIP会员才可以下载 而且求生手简谱的同学很多 而小编团队人手有限 无法及时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 这才将简谱的制作方法告诉大家 这样大家就可以亲自动手 制作自己喜欢的曲子了 哇哦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再也不用在球补平台排队了 直接就可以自己做喜欢的曲子了 就是看起来很难的说 不知道怎么操作 不要着急 看完本期的教程就瞬间天亮了 如果你是想作曲 那U.P.简谱大师可谓最佳帮手了 摆脱以往传统简谱制作工具的繁琐流程 右手小键盘区域负责音符输入 左手字母区域各功能快捷键切换 轻松的打字过程中完成作曲 U.P.简谱大师不仅操作方便 还可以修改曲子力度 让自己做的曲子更加活灵活现 如果你是想要双手简谱 无论是将五线谱转为简谱 还是将图片格式的简谱转为可以播放 更弹 而且还带力度的U.P.N.格式 都可以使用简谱大师轻松搞定 哇塞 主编有你说的这么神奇吗 无视频无真相啊 要不要先给我们秀一下 主编什么时候放过空话 那就先欣赏两个作品片段吧 主编形成人工会 不想让我们去找一件小事 不想让我们回头 再次复杂纖 转型发生 找一人 不想让我们回答 离开 12点 人工会 转型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再次惊呆了 效果太震撼了 我们也能做出这样的效果吗 当然可以 学会了柬埔大师的操作方法 所有人都可以做出自己喜欢的曲子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小伙伴们都迫不及待了 EOPN的制作有三种方式 一是自己作曲 适用于经常作曲的朋友 二是将五线谱转为双手简谱 适用于简谱教学 或者习惯使用简谱的朋友 三是将其他格式的 比如图片形式的简谱 转为可以播放 更弹 增加力度的EOPN简谱格式 我们以第三种为例 将图片格式的简谱转换为EOPN格式 方法很简单 完全对照图片编辑一次就可以了 瞬间就可以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图片 变成了既可以播放 又可以增加力度 又可以跟谈学习的EOPN文件 我们现在就用生日快乐为实例进行讲解 大家主要记快捷键的使用 多使用快捷键能事半功倍 节约很多时间 首先我们得先新建一个曲谱页 可以在文件中点新建 也可以直接点下面的新建快捷键 或者直接Ctrl N也OK 出现了一个基本信息编辑框 可以自己按需要编辑一下 不需要的信息可以不填 然后下一步 按照曲谱信息填写对应的拍数 调势 速度 选择钢琴谱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几个其他选项 也就是说 不只是双手简谱 单声部 三声部 四声部的曲子 都可以使用EOP简谱大师编辑 下一步 这步是一些其他的选项 通常都用默认的设置 然后确定 如果刚才的信息填错了要修改 可以在标题周围的区域点鼠标右键 在这里改标题 做词做曲 在取掉这边点鼠标右键也可以修改 并且你还可以随意拖动调整它们的位置 上面菜单栏里面 左边这些带点的表示音高 从大字二组到小字五组都有 中间带横线的表示音长 后面灰色的要选中某个音符才可以编辑 然后就可以做谱了 为了提高做谱效率 大家记好主编的操作顺序 通常是一行一行的做 先做一行右手 再做对应的左手 先选音符时长 然后输入音符 一行输入完全后 再编辑音高等等 首先第一行第一小节的右手 两个四分音符的修纸符 两个八分音符色 鼠标点击第一小节右手 出现蓝色的框就是选中状态 然后选择四分音符时长 输入两个零 大键盘里的数字键和小键盘数字键都可以输入 一到七分别对应 斗人密发索拉西 零是修纸符 然后再选八分音符 再输入两个搜 这个小节就编完了 编辑框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小节 哇好玩好玩 我也来试一下 我编的第二小节 三个四分音符 音长选定四分音符 输入打搜兜 这里我们先说一个重要的快捷键 我们在选择音高音长的时候 可以用鼠标在上面点 但在实际做谱中这样有点费事 用快捷键的话就非常方便 音长对应的快捷键是键盘的QWERASD这七个键 这样做谱的时候 只需要右手放在小键盘的数字键 左手放在这七个快捷键上 基本就不用鼠标操作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用快捷键编辑后面的两个小节 左手按W键 切换成二分音符 输入C R键切到八分音符 输入两个S E键切到四分音符 输入LaSore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比刚才快多了 哇塞 快多了耶 貌似还能练习协调性呢 不过暂时没记住哪个音长快捷键是哪个 这个不用担心 总计就七个字母键 操作两次就记住了 编辑完一行右手再回过头来编辑音高 第二小节都是高音 用鼠标左键选中它 用方向键的上下键调节音高 第四小节Ray也有一个点 同样先选中 然后按方向键的上键 右手编辑完了再编辑左手 方法是一样的 主编 修改音高还是需要鼠标选中一下音符 这个没有快捷键吗 小喇叭你是懒得一下鼠标都不想用了是吧 不过这个快捷键还真有 我们输入完音符后是蓝色的输入框模式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上下左右键移动编辑框到其他小节 然后按空格键就切换到了单个音符的编辑模式 这时候再通过上下左右键修改各个音符的音高 也就是说空格键是切换小节编辑与单个音符编辑的快捷键 后面小节的编辑方式是相同的 我们就不一一展示了 我们看几个特殊的小节 第九小节 节拍由四三拍变成了四四拍 我知道 把左上角的节拍右键修改 小喇叭 左上角修改了 岂不是整首曲子的节拍都变了吗 这个是临时节拍的变化 我们应该点击小节的中间区域 选中整个小节 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在这里修改节拍 调视 速度 插入空小节等等 这里我们将节拍修改为四四拍 那么从这一小节开始 后面的小节就变成了四四拍 下一小节又变回了四三拍 用同样的方法将拍数修改为四三拍 要隐藏拍号可以按T键 还有隐藏调号是K键 隐藏速度是Y键 再往下的十七小节出现了合音 编辑的时候可以先不管上面一行的音 将下面的音编辑好 然后选中有合音的音符 双击 细心的同学发现有什么变化了吗 没有变化 小喇叭你该去拍眼镜了 这都看不到 音符右上角的字母由M变成了I 啊还真有个I 之前是M吗 不知道 主编这两个字母是啥意思 M表示编辑状态 可以对音符进行修改 音质音高等等 双击变成I以后就是增加合音的标记 你看不是还有个光标在闪吗 这时候就可以输入合音了 因为有些曲子合音比较多 总用鼠标商机会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功能也有快捷键 哟不错嘛 那小喇叭你说说 这个功能的快捷键是什么呢 俺只是帮主编说句台词 哪个是快捷键 俺可就不知道了 好吧 小喇叭又遗憾的错失了一个被夸的机会 柬埔大师的快捷键很多 但并不是胡乱安排的 都是根据用户的常用习惯 或相关性设定的 比如MI的切换键就是I 这样就好记了吧 合音上面一行的编辑方式跟下面是相似的 编辑完合音再用I切换到M 按空格键就又可以编辑其他地方了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输入合音 按住F2不放 输入音符 直接就可以输入两个音的合音 按住F3不放 输入音符直接输入三个音的合音 F4是四个音的合音 两种办法都可以用 第二种方法对于编辑八度双音的谱子更方便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三小节 跟前面讲过的相同 有一个节拍的变化 小喇叭 节拍怎么变 主要点击小节中间区域 选中整个小节右键修改 对了 这里再告诉大家一个快捷键 那就是从单手选中区域切换到整个小节选中 快捷键是M 切换回来用V 大家跟我一起捋一捋 单手到单个音符切换用空格 单手到小节用M 小节到单手用V 哇好多快捷键啊 都要记混小了 哪能让大家记混了呀 大家看看这三个键在键盘上的位置分布 看上去就很顺手的样子有没有 有吗 这个可以有 快捷键确实比较多 但都很有规律 大家实际操作两次 很快就会习惯了 况且经过UOP魔鬼训练营训练的手指 按个快捷键不是小儿科吗 原来UOP魔鬼训练营的指法还有这么多神秘啊 主编完胜 好了 都被小喇叭带远了 赶紧回来继续我们的编谱学习 最后还有个连音线 我们可以先忽略一下正常编辑 然后选中第一个ray 这时候后面的这些键亮了 点击连音线 第二个ray会自动变灰 这个音就不发声了 这里需要给大家补充一点 如果连音线连接的是合音 那么只有上面一个音会自动变灰 这里我们需要手动把下面的音变灰 点G键 然后最后一小节还有一个以音 编辑方式也是右键增加以音的音符 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串的选项 也就是说音符的操作基本上右键都可以找得到 这里是两个前以音 所以选前负以音 然后对应修改音符 如果觉得布局有点乱 可以通过取谱中的自动布局调整一下 我们还可以对整体或者单行的距离进行调整 双击每行前面的大括号会出现三个方框 鼠标点中最上面的方框进行移动 改变的是所有行的间距 选中中间的方框移动 改变所有行的高度 最下面的方框是改变当前行的高度 还可以拖动小节线改变某一个小节的宽度 如果小节序号位置不对 拖动某个序号就能调整 按住Ctrl键再拖动 整首曲子的小节序号都同时移动 按住LT键再拖动 整首曲子小节序号对其同时移动 在设置小节序号里面 也可以对小节序号进行相关设置 调整好布局以后 我们就可以保存试听一下了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不只是在做谱的过程中 进行任何编辑的时候 都要记得随时Ctrl-S保存 防止之前辛苦编辑的内容丢失 顺便再说一下 我们常用的一些快捷操作在柬埔大师里一样用 比如Ctrl-C是复制 选中一个小节或者单手 Ctrl-V是粘贴 Ctrl-S是保存 Ctrl-Z是撤销 好了 一起来听一下 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吧 如果还想让自己做的曲子更加完美的话 可以点击播放菜单里的编辑力度 鼠标点中音符 向下拖动鼠标 减小力度 向上拖动 增加力度 选中前面的大国号拖动 可以调整整行的力度 这首曲子是四三拍的 四三拍的节拍规律是强弱弱 所以我们把每小节的强拍力度加大 力度的打开和关闭 可以选播放菜单里的编辑力度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快捷键 它旁边的这两个 一个是踏板开闭 一个是播放信息开关 调整好之后再试听一下 感谢观看 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了 保存好之后 一首完美的曲子就做好了 做好的EOPN可以做什么呢 听曲子 自己做的曲子听起来韵味肯定不同吧 学琴 EOPN有跟弹功能 可以关闭一只手 跟随谱子练习节奏 从此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学琴了 此外呢 大家还可以将自己做的曲子 发到EOP的平台 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你做的曲子 现在上传的EOPN 还可以兑换VIP资格 随意下载网站所有的EOPN文件 主编 这就讲完了 还有很多符号没有讲呢 比如重复符号 播音 升降号 8VA 小喇叭 我什么时候说已经讲完了 再说了 即使没讲完 你问的也太多了吧 要学会曲一反三 如果所有的符号都要一一列举 那这几课就讲不完了 比如我们讲了如何加以音 自己就能知道 很多操作右键都可以搞定的 升降号就更不用说了 猜在栏上那么大的标记 一看就知道了吧 知道了连一切的添加 这些符号基本也就了解了 升降号是有快捷键的 小喇叭 你来猜猜升号是哪个 嗯 我想想 升号是锦号 不会就是键盘上的锦号吧 还算你聪明 既然键盘上有现成的 干嘛不用呢 所以升号就是shift加3 为了大家进一方便 升号左边的shift加2就是降号 右边的shift加4就是还原号 连一线旁边还有一个常见符号 三连一 这个跟联音符号的添加不同 比如四分音符的三连音 我们要先输入一个四分音符 然后点三连音符号 三连音就自动出现了 再对照去普修改相应的音符 编辑负点音符的时候 选中某个音符 按小键盘里的小数点键 就是这个小圆点 按一次是一个负点 两个负点的话 要同时按住ctrl键和小数点键 负点音符和音长选择一样 要在输入音符后当下输入进去 不可以在编辑完一整行以后再输入 最上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符号标识 它们代表的不是某一个符号了 而是某一类的 比如第一个 鼠标悬浮时提示是小节线相关的 也就是说与小节线相关的符号都包含在内 比如我们常用的重复符号 咦 怎么都是灰色的呢 不能选择按 既然是对小节线的操作 自然要先选中小节线了 柬埔大师在智能也没办法跟你心灵相通 直接知道你想把重复符号加在哪儿吧 诶 有道理 所以我们先选中小节线 被选中的小节线也是会变成蓝色 然后可用的符号就变亮了 这时我们可以根据谱字添加需要的符号 重复 地雷 跳房子等等 其他符号都是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讲一下跳房子的操作 同样是选中需要添加跳房子的小节线 点击添加 默认显示的是1 如果我们需要变成2 3或者别的数字的话 或者重复不分包含多于一个小节 这个时候鼠标点击选中跳房子 跳房子变成蓝色成为可编辑模式 这时候按着Ctrl 按上下方向键可以改变数字 左右方向键可以改变包含的小节数 后面的三类都是针对音符的符号 所以先选中音符 可用音符变亮 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主编 怎么坚强进入相关里面有三个是灰色的呢 小喇叭 你也不看看灰色是什么符号 爬音 你选的音符是一个音 要往哪儿爬呢 诶 这边有道理 只有当你选中的是合音的时候 爬音的符号才能亮起来 所以当你想使用某一个符号 但是是灰色的 那就证明你没有选对操作目标 现在市面上很多同类的软件 大部分都不支持这些符号 只是摆个样子 而柬埔大师里面的这些符号 是确确实实可以起作用的 像颤音 波音 渐强渐弱等等 所有的这些符号都可以发挥它们实际的作用 比如我现在添加一个重复符号 那么这中间的部分就可以重复 好了 将图片格式的简谱转化为EOPN格式的操作就介绍完了 如果你不想使用跟谈模式 想使用月谱价 可以通过文件菜单的生成整体快照 或者分页快照 这样就可以保存为图片格式 加载到月谱价使用了 还有一些同学想要看着五线谱编简谱 如果是C调的五线谱的话 直接编辑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C调的五线谱 转换成简谱的时候需要转调 转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这节课我们就不细说了 帮大家整理了各个样式的转调样式表 大家对照使用就可以了 课下可以先找一些简单的曲子练习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快捷键不是很熟悉 速度会有些慢 但不用担心熟悉两个曲子之后 基本常用的快捷键就都掌握了 如果对主编刚刚讲的快捷键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想了解其他快捷键的使用 可以查看帮助里的快捷键帮助 这里有详细的说明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了 大家记得将自己编好的曲子 上传到EOP官网跟大家分享哦 俗话说的好 读月乐不如重月乐嘛 下课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